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,成为投资者及买家追捧的概念。有买家偷步入市,监于目前不少买家看好后市发展。个人预料本月成交量将逐步回稳。 据税务局最新资料显示,9月3大纳税包括额外印花税,SSD,买家印花税,BSD,及重价印花税,DSD。 合共6月577宗交投,按月升约1.04倍。交投量上升之余,涉及税款金额同步回升。 期内税款录得近16.2亿,较8月的6.4亿,按月增加于1.5倍。当中反映内地客及公司客入市状况的BSD升幅最急。 成交量达118宗,按月升于1.4倍。创出22个月新高,同时为疫情于去年爆发后的新高。 至于涉及税款方面,9月份录得约4.45亿,较8月近1.7亿,按月升于1.6倍。 从上述数据,明显可见内地买家的入市首映。部分内地客在检疫过后,外出购买物业,率先偷步入市。 至于一手方面,施政报告出牢后,本港楼市前景明朗化,推动发展商加快推盘步伐。 近期焦点红盘连环出击,涉及于2000伙新盘供应。 据市场统计,火炭大型新盘收于2.7万票,超额仍购49倍。 反映一手市况的火热。 个人认为,近日多个货尾新盘承接力不足。 加上上述全新火炭大盘收票反映相当踊跃。 反映一手承接力庞大。 相信随着第四季多个焦点大盘登场。 看好全年一手销售量可望达约1.8万火水平。 世岸年显著上升。